哈喽大家好我是大米又和大家见面了 那么今天呢大米要带给大家的是红米4这款手机的体验视频 这款手机呢是这个双11之前发布的 不过小米呢这一次比较低调并没有开发布会 而是通过网络直播的方式低调发布 那么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骁龙625的性能 以及4100毫安时的大电池续航怎么样 那么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视频吧 OK那么老样子先来说一下这台红米4的购买经历吧 这台手机呢大米是在11月7号官网抢到的 看来这个70B呢有时候还是有点用的 当然红米4的备货量呢肯定要比万年抢不到的这个小米MIX多很多 拿到手机之后呢第一感受啊 就是这个机子的包装呢确实比较迷你啊 要比之前的这个小米5S整整是小了一大圈 正面呢是一个隐隐约约的数字4 估计呢就是代表红米4的意思啊 然后侧面呢是这个红色的米logo 背面呢是简单的规格说明啊 整体的包装呢依然是白色基调没有多余的这个图案 撕掉速分膜打开包装 我们来看一下里面具体有哪些东东 正面呢就是这个红米4的针机了啊 大米这一次购买的是黑灰色的版本 下面呢是这个保卡说明书卡针 一条microUSB的线 还有一个5V2A的充电头 附件部分啊其实没啥可以说的 基本就是千元机的标配吧 OK那么接下来来看一下手机啊 老样子来四个膜啊 好了这就是传说中的红米4的庐山针面目了啊 大家觉得如何呢 其实大米觉得作为一款售价899元的机型来说呢 红米4灰黑色版本啊 整体的做工和质感呢 确实还是比较不错的啊 可能之前看到这个弓性部的镇件照啊 感觉一般般啊 但是拿到这个针机之后呢 感觉这个手机的质感还是可以的啊 当然相比红米Enote4呢 红米4上下两端啊 并没有完全采用这个纳米浙素一体化的设计啊 顶部是去年主流的这个开窗式塑料贴片啊 所以说和金属机身部分呢会有一定的色差啊 底部呢才是今年主流的这个纳米浙素一体化的设计啊 这样的设计呢 可能有一定的成本因素吧 当然即便是这样的设计啊 在整机的质感上呢 依然要比之前的这个红米3 红米Enote3啊 那些三段式的金属机身啊 好很多啊 所以说中框部分两条CNC亮边呢 也是完整一体的啊 不像之前红米Enote3一样 上下两端呢 完全是这个塑料材质 另外呢 就是这一次红米4啊 也是加入了正面2.5D玻璃的设计啊 所以说在吸屏状态下 正面的视觉观感呢 会更好一些啊 尤其是这个黑色面板 但是和红米Enote4一样 2.5D玻璃的弧度呢 并不大啊 所以说对于实际的手感提升啊 也是有限的 顶部分别是啊 机孔 红外接口 降噪麦啊 底部从左到右呢 是这个麦克风 麦克风USB接口 以及扬声器 机身左侧呢 是这个SIM卡卡槽 卡槽的分析控制啊 做得还不错啊 并且呢 支持这个TF卡的扩展 总的来说呢 大米觉得在899元这个价位上啊 红米4整体的质感和手感呢 还是比较不错的 特别是这个黑灰色的版本啊 OK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开机吧 看看大家比较关心了一些东西啊 开机之后呢 很多同学可能会比较关心 这款手机的屏幕黑边问题啊 不过因为大米购买呢 是这个黑色版本啊 所以说也就不存在什么大黑边的问题啊 但是根据之前网上网友的实拍图来看呢 银色和金色版本啊 正面呢 就有些惨不忍短啊 妥妥的大黑边设想啊 所以说对于这款机子来说呢 大米觉得只能买这个黑灰色版本 另外需要注意点啊 就是红米4底部这三个按键呢 并没有做这个背光灯啊 只是做了一个反光的涂层 也就是说这三个按键呢 是不会亮的啊 白天看呢 没啥问题 但是晚上啊基本就啥也看不到了 我觉得对于熟悉安卓的用户来说呢 问题倒不大 但是如果是买给家里长辈用啊 还是得简单适应一下 指纹识别呢 和红米诺4一样 放在了机身的背面啊 从指纹的录录速度上来说呢 平均录一个指纹 需要按压12次 速度还可以 实际的解锁速度呢 要比这个小米5和1加3略满些 但是呢基本也够用啊 另外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指纹支付呢 大米也是简单试了一下 现阶段这个红米词呢 并不支持支付宝的指纹支付 也不支持微信的指纹支付 希望后续呢能改进优化一下 OK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大家最关心的性能和续航部分 骁龙625呢 其实从核心规格上来说啊 这款处理器并不是很强大 8个2.0GHz的A53小核 注定在极限性能方面呢 不如拥有A72大核加持的这个骁龙650和骁龙652 但是有一个优势啊 就是这款处理器呢 是基于14纳米工艺 所以说理论上呢 会拥有更出色的持续性能 以及更低的发热功耗 首先呢 我们还是来做一个简单的跑分测试对比 因为大米手头上呢 暂时没有其他的千元机 所以说先和这个小米5的820做一个对比测试 首先呢 在Geekbench 4的跑分测试中 红米4的单核成绩呢 为800左右 多核成绩呢 为3000左右 所以说相比这个骁龙820还是有挺大差距的 但就CPU部分的理论性能来看呢 其实和P10以及这个70650啊 差不多 不过在GPU的跑分环节中呢 表现还不错 要比之前的这个P10以及70650啊 都要高不少 那么在实际的使用场景中 骁龙625的性能表现到底怎么样呢 通过处理器的实际调度情况来看 在打开应用 切换应用 点击加载 这些顺时性能要求较高的场景下 骁龙625的8个A53小盒呢 都可以顺时达到2.0GHz 所以说实际的性能表现呢 要比联发科的P10啊 强不少 在一些日常应用的打开速度上呢 甚至和这个骁龙820的小米5啊 差不多 并且在连续打开应用 切换应用时呢 处理器依然可以长时间保持在这个满血状态 而在游戏实测环节中呢 骁龙625的表现更是出乎了大米的意料 15分钟的NBA 2K15 8个核心以及GPU频率呢 几乎是全程处于这个满血状态 虽然核心规格上呢 并不强大 但是整体的流畅度表现呢 依然是可圈可点 NBA 2K15的平均游戏帧率呢 可以达到44帧 竟然比开大核的X20啊 还要更加强大 PK掉这个残血的950呢 也是不在话下 而且最关键的是 骁龙625在长时间的游戏运行过程中 机身呢也只是微微发热啊 并没有出现特别烫的情况 如果说很多处理器啊 都只是跑分的时候打鸡血 游戏的时候呢 打6折 那么骁龙625可以说是跑分多少 实际性能呢 就是多少 当然长时间运行之后啊 处理器还是会出现关闭核心的情况 但是其他7个核心 以及GPU频率呢 依然是满血满状态 整个游戏的这个流畅度呢 并没有出现大幅的下降 所以说骁龙625的持续性能表现啊 确实还是很不错的 另外呢 很多朋友可能会比较关心 骁龙625和骁龙650的性能 谁更给力一些 这里呢 大米简单说一下自己的实测感受啊 由于没有大核心的加持啊 骁龙625在游戏的综合表现上呢 依然是不如这个骁龙650和骁龙652的 比如说王者龙要团战的时候呢 最低的震率啊 会表现更差一些 但是结合发热和功耗来说呢 骁龙625啊 依然是一款不错的处理器 要比联发科的P10以及X20呢 表现更加出色 比如30分钟的NBA2K15之后 小米5的机身温度呢 为34.9度 最高温度呢 为41.1度 而红米4的机身温度啊 只有这个32.6度 最高温度呢 也只有这个35.1度 要知道 之前开大核的X20处理器 在差不多的帧率表现下 机身温度呢 几乎是直接达到了这个50度左右 当然除了性能外呢 红米4的续航 相信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地方 在大米200尼特亮屏续航测试中呢 红米4最终的续航成绩为14小时15分 超越之前的小米Max 成为目前小米手机中续航最好的 结合日常的使用情况来看的话 大米觉得中度使用两天呢 完全没有问题 这一点上 14纳米的骁龙625 力功不少 另外呢 就是红米4啊 虽然标配的充电器呢 是5V2A 但是手机啊 其实是支持这个QC3.0的 只不过最大的充电功率呢 并不高 只有11瓦左右 所以说换用QC3.0的充电器啊 会比默认标配的充电头呢 充电更快一些 当然大家如果想购买支持QC3.0的充电器 可以直接来大米的淘宝电波哦 相机方面呢 红米4搭载了1300万像素的摄像头啊 支持相位对焦 不过具体是哪个传感器啊 并没有详细说 在相机的启动速度上呢 是不如这个小米5和小米5S来的快的 并且在暗光环境下 相机呢 默认会自动开启这个多帧降噪的功能啊 但是实际的成像速度呢 比较慢 会卡两秒左右的快门 建议呢 手动关闭 通过几十组的相机样张对比来看呢 红米4在白天光线良好的情况下 白平衡表现还不错 并没有出现特别飘的情况 而这一点呢 要比之前的这个红米Note4 红米Note3呢 表现更好 不过在画面的宽容度和细节表现上呢 就不怎么给力了 很多样张呢 不放大看还行 但是一放大看啊 会发现很多画面呢 其实是虚的 对焦的精度呢 不是很理想 而夜景的表现呢 就更不要抱有什么期待了 只能说红米4的相机呢 依然是能用 但不好用的阶段 最后我们来说一下 红米4的这块屏幕啊 从实际的测试结果来看 红米4的亮度表现不错 可以达到462尼特 不过对比度和思域的表现呢 就不怎么给力了 和2000档的这个夏普JDI屏幕呢 还是有着不少差距的 平均的色彩偏离值呢 也是略大一些 在显示白色画面的时候呢 屏幕的默认滋温值为6900K 略偏暖 总之呢 现阶段同价位的LCD屏幕啊 在综合素质上呢 不会有太大差距 红米4的这块屏幕呢 应该也算是 目前千元级的主流水准吧 OK那么关于红米4 大家比较关心的几个点啊 大明呢 今天就先讲到这里了 总体上来说 899元这个价位上呢 红米4整体的做工和质感 还是比较不错的 而且骁龙625 加上这个4100毫安时的大电池啊 确实带来了非常不错的续航体验啊 最关键在高续航低发热的同时呢 还有着不错的性能啊 玩一些主流的3D游戏啊 问题都不大啊 所以说 如果你是想要买一台5寸屏的备用机 或者说预算有限啊 但是对手机的外观质感和这个性能续航方面 有比较多的要求啊 那么大米觉得800城市人员的红米4呢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啊 当然在颜色的选择上呢 大米强烈建议选择这个黑灰色 因为整体质感和观感呢 都要比大黑边的这个银色和金色呢 好上很多 好了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此结束了 如果我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 那就赶紧订阅大米的视频频道吧 同时呢 也欢迎大家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平台 因为每一期视频呢 也会同步推送到微信公众账号上 现在呢 大米也会每天推送几篇自己的原创文章 和这个科技资讯播报 拿出你们手机打开微信 扫一扫这边的奥维码就可以了 当然大家如果想看红米丝相机样张部分的更多对比 可以在公众号里面回复样张04 回复样张04就可以了 视频最后呢 大米依旧会通过微博转发抽奖的形式 送出一条音质还算不错的苹果AirPods原装耳机 有需要的同学呢 可以关注一下大米的微博 参与一下互动转发吧 好了 那么今天的视频内容就是这些了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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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very much Hi, you can be fast Do you like me or I Okay, you can be fast Do you like me fast Wait, well, give everyone a Free, be fast And be Be fast, do you like Thank you Are you okay Hello,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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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 you can be fast Do you like me or I Okay, you can be fast Do you like me fast Wait, well, give everyone a Free, be fast And be Be fast Do you like Thank you Are you okay Hello,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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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 you can be fast Do you like me or I Okay, you can be fast Do you like me But Wait, well, give everyone a Free, be fast And be Be fast Me